北京时间11月5日,CBA联赛辽宁对阵广下的强强对话在比赛前让人十分期待,四场球都未常败击的两队在今天想遇想必是争奸对曼芒般的精彩,但是没想到比赛在第一节就失去了悬念。 自黎春江入主广下以来,他们每年的进步都显而易见,黎春江虽然没能兑现多冠的目标,但对广下的改变是每个球迷都能看到的,尤其是胡金秋加入广下之后,他们成为CBA一支不可忽视的强队。 上赛季的前半段,广下是CBA的半城冠军,除了他们实力强劲之外,赛程的安排对他们也有一定的帮助,所以有的球迷也说广下打不了硬仗,面对广东辽宁这样的强队就会显得十分疲软。 在历史上,广下队赢辽宁最多17分,客场赢辽宁最多7分,而今天在辽宁主场以117比101显然创了广下的队史记录,而且还是人员起诊的辽宁队。 上赛季两队在季后赛就曾碰面,上赛季输给辽宁队之后,黎春江就曾经说过,我们队伍还是欠缺很多经验,他们有两个现役国家队的后卫, 对方能力和实力都很强,重要的是年轻球员的成长,而从今天的比赛表现来看,广下已经真正崛起了。 汉堡